江玉白爱上了屠户家的女儿 江母安慰我 娶妻娶贤 于是我贤惠地替江玉白 订了早一天的船送她去上学 避开了屠户家的烂摊子 和她互相扶持 成为了京城人人称县的夫妻 晚年江玉白带回一年亲女子 那人引得我两个儿子 争风吃醋兄弟相残 把我气倒 弥留之际江玉白却告诉我 她是诸福的女儿 这都是我欠诸福的 我所有的一切本该是诸福的 重生一世 我站在渡口 问船夫把钱要了回来 他不是说我的一切都是诸福的吗 我倒要看看 那颇天富贵他还给不给得起 钱是我替江玉白约的 本是明日的渔船 说好的半两银子 因着我改钱一天 被船夫多要了一倍价钱 当时我咬咬牙 宁可自己缩衣结石 把这钱补了上去 提前一日送走了江玉白 因为我在秀楼的时候听闻 诸徒夫号赌欠了赌方不少钱 已经被赌方关了起来 赌方放言 要是他三日之内还不上赌债 就将他女儿诸福卖给人牙子 他媳妇急得四处求人 穷在闹市无人问 更何况这种赌债 利滚利是个无底洞 诸家亲戚早就闭门不见 最后赌方的人给诸福支了一招 让他去求江玉白做宝 江玉白五岁做失利救 执笔成画 自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 在花招节上 对额间一枚红遍 人比花交的诸福一见钟情 他画的诸福更是羞花碧月 一笔一画如素中长 江玉白对诸福的爱 轰轰烈烈 人尽皆知 只要他张口 江玉白定赴汤蹈火在所不息 前一世的我 不忍见江玉白肩上 再多背负诸福一家人的命运 白白浪费天资 便擅自做主替他付了船钱 在诸福来找他之前将他送走 在路上江玉白偶遇沈学士 从京回乡省亲 得沈学士指点 而后成了沈学士的门生 这是他扣开京城大门的第一步 也是他之后 能在京城站稳脚跟的原因之一 而诸福被赌场的人抓走 几经转手做了负伤小妾 被主母暴虑而亡 后来 我常沾沾自喜 这是我做过最聪明的决定 江玉白因此得了大造化 但不成想这一送 是送成了仇 我脸了追忆 伸出手 这次我不仅没有加钱改成 还问船夫把明日船费的定金要了回来 怎地 你不管江家郎君了 船夫没好气 语气里分明在 也与我之前倒贴江玉白 此番定是受了情伤后悔了 我又不是他娘 如何要我管 我浅笑把银钱收入口袋 辛辛苦苦在秀楼里做两个月刺秀 才能换回半两银子 用在江玉白身上可惜了 更何况 他明日不会来了 江玉白见我回来 站在窗前探问 今日怎地没去秀楼 我和他自小相识十余仔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眼里 前世我自以为这就是青睐 就连江母也打去 等我长大了就嫁江玉白为妻 后来江玉白在花招节上遇到了珠福 回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 画了整整一碗他的画像 第二日被我瞧见那话时 他恼羞成怒 雷霆大作让我不要擅自上他书房 我愣住了 分明该生气的是我 江玉白口中的书房 不过一间草堂 里面一草一木都是我为他添置的 他笔下那画着珠福的宣纸 是我上山采药换来的 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怎么就变了心 江母说 玉白还小 等他长大就知道你的好了 那时候我深信不疑 总有一日江玉白会明白我的好 而如今我却懂了 我与江玉白不过是十几年的习惯 就像起床时伸出的懒腰 自然却不在意 我答道 秀楼以后都不去了 果然 江玉白没有在追问 而我也对他没去学堂的是熟视无睹 看到门口少了一朵的芙蓉花 我便知道 珠福来过了 江玉白已在窗前眉头深醋 江母垂胸顿足地跑来我家 拉着我娘亲一通诉苦 话里行间想让我去劝劝江玉白 我母亲为难地看了我一眼 我知他心疼我 也不忍江玉白误入歧途 可我只要一想到 前世江玉白梁博地说 这都是我欠祝福的 我便再也不愿插手他的事 我咳了两声 娘 我把秀楼的公辞了 什么 这下我娘顾不上什么江玉白江玉黑了 跳起来追着我上屋 关上了门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以后就个家念个家的经吧 院门一关 我们一家人天天起早探黑 干了一周 三个人蹲在炼丹炉前 守着这低炉成果 能行吗 娘亲问了这七日来的第三百次 爹爹抬头 支着被烟熏的探黑的脸 闺女你说还要多少也扬美 爹都可以去给你摘 我看着爹娘眼底的清黑 瞬间说不出话来 爹娘老来得女 在这家里我从来说一不二 前世便是我与江玉白还无名分 就要跟着他上京赶考 爹娘也是二话没说 拿出了全部积蓄 后来我在京中出路高门大院 也不曾卑躬屈膝 现在才明白我的底气 从来不是江玉白给的 是我知道 但凡我回头 总会有一等两人 为我支起避风港湾 我永远有家可归 我吸了吸鼻子 把爹娘赶回房睡觉 这几日爹爹天不亮 就上山去摘也杨梅和李子 而我和娘亲跑遍了 周边所有的道观 收来了几个符合要求的炼丹炉 前世 我曾在朝贡的使团 那喝倒过一种果酒 比之中原的更为绵密可口 细问才知道 连酿造方法也截然不同 我见江玉白在席间多饮了几杯 便私下向使团讨教了做法 做法不难 难的是器具特殊 须得内外分隔的双层器皿 我在集市寻了几日 也未见得替代品 直到娘亲拉着我去灌里上香 我看到炼丹炉才洗出望外 七八月温度正适合发酵 两三日就能成 再放到火上加热 等蒸汽通过冰凉的管壁凝结成珠 汇到酒缸里 便大功告成 这种做法不仅口感更佳 而且酿造周期 也比传统酿法短了不少 满打满算 这第一缸明日也该好了 怕夜里温度不够 我又去院外捡了几根柴火 却见到隔壁草堂灯火通明 秋为在即 江玉白好歹也知道要收心备烤了 我拾起柴火 却听到晚风吹来一道娇低女声 江郎可读完了 我做累了 烛光李倩颖与青山病例 江玉白提笔在珠福额间 落下一滴朱砂印 宛若去碎花招姐 百花深处他那默然回首 额间一点红电 妖劳多情 笔时 江玉白提笔画下了那瞬间的珠福 惊艳四座 画中人 笔下先 江玉白一画称神 本地市深名门纷纷请他笔墨 甚至有人千金买那一幅美人图 江玉白觉得玷污了深情 当即封笔 才子风流 传为一段佳话 而那幅画也替代了孔夫子的位置 挂在了草堂正中 孰轻孰众 原来早有端倪 我拢了拢一山 那瞬间忽然明白 前世或许不是我一棒江玉白 而是我在推着他往前走 造物蓝音 不接蓄果 我回院中 看着井井有条的装置 内心无比丰盈 前方有路 身后有家人 即便没有了同乡之人 我也可以走到远方 第二天一早 我还没醒就听着娘亲在院里赞不绝口 她和爹爹忍不住喝了几口新样的果酒 便闹得如喜鹊般叽叽喳喳 合不拢嘴 第一次的成果 虽说较之市面上的米酿醇厚了不少 却也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口感 我便将这一缸酒一半地价 卖给了街边小铺 全当尝鲜 另一半赠给油商走饭品尝 只求他们走劫串巷的时候 替我这果酒叫上一句 和两年内滚出的利息 三年一次的科考近在眼前 赌方压的是姜玉白的前途 油商唏嘘 没想到神童竟是个脑子不清楚的 我却无暇感慨 如今正是酿酒的好时节 我还得赶时间酿酒 这次接盖 我闻着味就笑了 口味变得香醇 我和爹娘的手法也越发咸熟 渐渐地 开始有人探问市面上 那喝着后劲十足的果酒是哪来的 甚至开始有酒楼掌柜找上门来预定 还让我赶紧给酒起个响亮好卖的名字 我望着那间草屋 才发现那里的竹台已经很久没有换过了 当初盖着草屋的时候 姜玉白是何等意气风发地说要连中三元 从这草堂走到金鸾殿 而金 科考在即 不如就叫谢元璐吧 会原酿和壮元红吧 全当是给我自己一个彩头 只是我没想到 给自己的好彩头 却成了别人嘲笑我的话柄 嫂嫂 我今日闻得一方间去世 你可要听听 我把酒送到书院后 除刚一出门 就听到了一道熟悉的男声 前世李公子因着我与姜玉白亲为竹马 也曾叫过我一段时间的嫂嫂 我从未曾应过 如今却有人应贺 你且说来听听 若是无趣 定要将狼罚你 你们可知如今坊间最火的是什么 是那温家娘子酿的果酒 这倒不是去世 去的是这酒居然叫谢元璐 岂不可笑 李公子那高亢的语调 我甚至不用转过墙角 便能猜得他那眼高于鼎的神情 我赌那温家娘子目不识钉 连借元两个字都不知如何写 就敢大言不惨打出借元名号 我与李公子只几分相熟 他似是不知那卖酒的温家娘子是我 然而知情的姜玉白也未替我变白 反倒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谢言 为我搏了一句 我瞧那位温家娘子却是好胆识 而今世道女子本就不易 他却能抛却成规救俗 与男子共义伤势 挑起养家之重担 只此担当便胜过万千男儿 何可笑之有 话必 他转身瞧见我愣正片刻 对我深深做了一衣 感谢姑娘当日提点 我早动身一日果真 遇到了沈学士回乡省亲 谢某学了姑娘许久 没想到竟是镇上 赫赫有名的温家姑娘 赫赫有名用在我身上太过了 用在如今的谢公子身上 才恰如其分 他与姜玉白是同窗 又是世家大族谢氏的旁之 在书院里也曾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却始终被年少成名的姜玉白压了一头 此次去省府上学 听闻得沈学士提点 策论突飞猛上 深得学士喜爱 回了学院也更是声名大噪 而这一切 本该是姜玉白的 随着谢衍这一番说辞 转过拐角的三人见着我 表情甚是精彩 李公子跟吃了只死苍蝇一般怪异 朱福见着我便挽上了姜玉白的手臂 整了整头顶的朱钗 似是在说那是姜玉白买的 而姜玉白 眼神清冷地扫过我 眼底的不甘与埋怨亲浅接过 我便也冷眼旁观 不欢而散 当日谢衍知道我是温家娘子后 便订了好几坛酒 从谢府回来以时月上树梢 我急行的步子 被草堂那久违的身影打断 姜玉白探出身子 生疏地问 回来了 亲密的话语 身份的语气 两个人都隔音 我知道他是特地等我 便停了下来 你是从何得知沈学士 会回相信亲意识的 姜玉白好奇也正常 毕竟前世我让姜玉白 提前出发事事出有因 而他遇到沈学士 却实书巧合 偶然听到的 我胡周只想尽快结束话题 为何你不曾同我说过 我文言 深吸一口气 不怒返笑 我便是告诉了你又如何 你若是去了 朱姑娘就没人救了 这次上学是书院提供的名额 因是名士授课 须得郡县书院院长 举荐才有名额 而姜玉白为了救朱福 安抚他心绪 放弃了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 又或者 你希望的是我替你做下抉择 在你好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你送去省府 你躲开了一身麻烦 赢得光明前途 到头来还可以责备 我是诸福惨淡一生的罪人 友情接孽 人心难平 无论我怎么做 在他眼里都会是错的 莫不如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做 姜玉白面色苍白 你怎会如此想我 因为你前世便是这样做的呀 我深深看了姜玉白一眼 年少成名 他一路走得太顺 没有人让他做过选择 他至今都不懂取舍 我迈开步子 不愿再多纠缠 我想我对姜玉白也没有恨 因为恨的本色是爱 而爱 是看向相同的远方 前世 姜玉白就是我的远方 但今生 我有自己的方向 果酿的销路打开之后 引来了不少眼红之人 我无心搭理 八月正是瓜果熟食的时候 我要趁着这两个月多攒点钱 爹爹却见不得 那来窥探的萧小之辈 姜怨强加高再加高 只是那高强 挡得了来偷学酿酒之法的人 却挡不住非分之想的邻居 丫头 你说你日日起早贪黑图的是啥 到了年纪总归是要嫁人的 姜母已在门口 她与那些老窥探秘法的人不一样 她看的不是那酿酒的品贯 而是我 玉白过几日便要去参加相试了 她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谁对她好 她都记得 前世便是这样 姜母话说三分 只要是为了姜玉白 我便会把辛苦所得尽数奉上 我能使之不移地追随姜玉白 即使她对诸福情根深重也没有放弃 其中姜母也功不可没 我忙着手上的活不曾理会 姜玉白早年丧父 姜母一个人拉扯她 若非我时常补贴 姜玉白也很难成为一个 不愁生计专心读书的少年天才 而今我断了补贴 许是姜母巧妇男为五米之吹 想求我又拉不下脸面 果不其然 她遇了冷带不仅没离开 反而走了上来 拿起我放在炉边的一摞轩纸扔上炉里 你这是作甚 情急之下 我的声音大了点 那是我细心保存下来的十字帖 每日守着果酿发酵的时候 我便会拿出来记一记 前世我忙于相夫教子迎来送往 无暇上席 姜母自知好心办了坏事 可向来被我公顺已带惯了 也无法轻易低头 左右欲白会写 回头让她还你几幅便是 况且 女子无才便是得 你识得那么多字能有何用 最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子 女子无才便是得 这句话就像是一个门栓 将我的气脑连同着前世回忆里的羞愤 一起放了出来 我不懂 为何男子的肚子里可以满腹经伦 女人的肚子却只能用来生儿育女 没错 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下来的 你也是这样活的 可我偏不想活成你这样子 你 姜母气的扶住后脑勺 前世她也是如此装病痛 骗得我替她干了不少农活 如今我可不吃这一套 我从她手里夺过剩余的稿纸 做事要请她出门 可大门却被直坠青山挡住 温月 你怎可如此同我娘说话 这是姜玉白第二次对我直呼全名 上一次是前世弥留之际 她说温月 这是你欠诸福的 简单的一个名幻 划出了她的愤怒 和我们之间深不见底的沟壑 我可有何处说错了 你愿男子可满腹经伦女子 却只能生而育女 本就有为长伦 许是觉得三纲五常对我来说过于晦涩 姜玉白便换了一套说辞 我不同你讲大道理 百姓常说天公地母 你可知为何天为公 地为母 尊者为上 卑者为下 你总该懂吧 姜玉白扶摇折善 一副成竹在胸 泰然自若的模样 便学本就是她所长 用来对付我一个蒙妹妇人 想来绰绰有余 可我虽温顺却也有锋芒 前世江家郭儿寡母门前多是非 总是我出面替他们免去口舌之祸 虽不能引经据点 可讲理我也能头头是倒 如你所说 天公地母 可我历来只知天灾不闻地祸 难道不是因其宽厚仁爱悲悯 供养万物而得母之名 而天公 最是喜怒无常 莫不是印证了你们男人朝情暮处 见一四千的天性 我字字珠基不留情面 便是前世 姜玉白居庙堂之高 也未曾以男尊女卑倾鉴于我 纵使他复心博弈 也未看不起女人 不似今日 画里行间满是清漫 是什么变了 前世的姜玉白 此时已经在周府小有名气 德学士赏识上学也是如鱼得水 许是他见过了更为广阔的天空 他有远大报复 所以不拘于宅院之间 抢遍尊卑之别 他知道只要站得够高 别人的仰视就是最好的尊重 而今生 他自谈于这小小县镇沉沉敬请爱 眼里能看到的东西太少 才把尊卑看得极为重要 燕雀不是不知洪湖之至 而是燕雀和洪湖本就不在同一高度 燕雀不知道天之辽阔 江玉白脸色煞白 他没想到我会如此犀利的指丧骂怀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走江玉白和江母之后 爹娘在厅堂做了许久 今日这是虽小 可明日邻里之间就会变传我不公无理之名 我不在乎 钱赚够了 是时候去开辟新天地了 正好像是在即谢衍要去周府 我已经拜托他捎带我们一程 谢衍还说他有一丝宅 空着也可以租给我 只是去荆州城仪式 我不知该如何开口 更何况爹娘一直将江玉白 视为成龙快婿 即便近日我与他鲜少来往 他们也觉得我心里终归 还是喜欢江玉白的 而江玉白也会如江母所说 等年纪大点就会懂得知恩图报了 今日仪式他们只怕都要缓个进 爹爹抿了口久问娘 你觉得咱闺女做错了没 娘摇了摇头 我听着甚是畅快 就是明日村头那些个 没事干的老婆子们 又该碎嘴皮子了 甚是烦人 那怎么办 娘转身回屋 抱出来一个庄联盒 里面是她的嫁妆和全部积蓄 咱有银子 去哪不行 何必在这烂地待着 爹爹仰头把一碗酒全干了 对 反正咱家的地也包出去了 收回来的米除去睡和工钱 够咱们三口人吃的了 有手有脚总也饿不死 娘抱着庄联盒到我跟前试探道 我听说那荆州城民风淳朴 还日日都有杂耍 热闹得很 我没见过想去见识一下 闺女 咱们搬去荆州城如何 我看着爹娘小心翼翼的一唱一鹤 不禁双目通红 前世她们也是如此 洞察了我的想法又怕我为难 自己建议让我跟随江玉白入金 怕我受苦还偷偷往我行李里塞了全部积蓄 本来担心她们难舍故土 我迟迟未能说出我的计划 如今正好 我们在哪 哪就是家 离开那日是个艳阳天 便连江峰都是暖的 上了船我才发现 船上全是谢衍的铜窗 细听才知道 这是谢家专为送考买的船 谢府管事清点了三遍 总是少了一人 这才有人提了一句 玉白还没来 原来她也会上这艘船 我想起出门的时候 看到站在那草堂前创然替下的珠福 她的确生得极好 肤白貌美面若桃花 不怪江玉白心动 两人正直情浓 或是难舍难分才误了时辰吧 又等了一刻钟 终于有人不耐 江兄不会是最绵美人怀 自己快活就让我们浪费时间吧 修耀胡说 李公子站了起来 是嫂嫂家出了点事 玉白去处理了 她马上就能来 坐下痴声一片 我悄悄挪到了房郎 想吹吹江峰 以为没人看见 却撞上了泻眼的目光 她匆匆一瞥便命人去寻江玉白 片刻后仆人回报 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所见 在赌方门口找着了江公子 她正在与赌方的门夫对质 似是在寻珠屠户 那门夫不认识江公子 珠姑娘在一旁说这是神童江玉白 门夫不信 让江公子当即做一幅画来证明 江公子气得脸一阵清一阵白 哑口无言 船上爆出一阵虚声 在座谁都知道 当初江玉白在世身重金丑化之下 可是为了诸福利是不再作画的 一年前射出的弹丸 装在一年后击中了他自己 蟹眼遥望了我一眼 打断仆人 你可曾知会他船要开了 知会了 江公子让我等先行 他自有办法 不识好歹 有人点了一句 接下来便是势不可当的议论纷 人群中有人忽然提及我 语气唏嘘 可惜了那位温家娘子 虽不及诸福貌美 胜在咸凉 还有一记傍身 若是江玉白娶了他 不失为一段良缘 众人纷纷附和 跌跌气地将要起身反驳 我拉住了他 示意他看向岸上 船已离岸 而岸边出现了一个孤冷身影 手中的包袱垂落下来 身处暗处 疲惫就像是从阴处长处的藤蔓 丝丝缕缕缠住了他 我站起来与他遥遥相望 享受着金风送爽 天高海阔 自此山高水远 当时无缘再会 到了荆州城 我第一件事便是找了位教书先生 我的要求不高 能教我十字和算术就行 学习之余 我便去东市暗访西市询问 总共有十几个铺面空着 其中八个可以租赁 而东市靠近马车行和城门的两家 最合我意 可在一打听 便是中间衙人也不愿借这单生意了 你家中可有男子 房主开门见山 不愿将铺面租给女人 问他为何 便是老生常谈 女子就该在家相夫轿子 而我一介女流四处抛头露面 实难取信于人 纵使我拿出田七作丫 也不愿信 反倒让我归家照顾好家主 我幼谋了几日 最后房主云我在铺门置一天小摊 他站在我身后 看着我摆上一张小桌 一个大箩筐和一条横翻 铺门口陆陆续续围了不少人 收十斤葡萄 五十两粒结 这上面写的可是真的 童走无期 要是运来了葡萄 你人跑了怎么办 我就坐在这 你可叫人看着我 若是我要跑大可 将我直接扭送衙门 门前众人交头接耳 仍旧没有人站出来 五十两银子 是寻常人家数年的开销 便是这铺面租金一月 也不过一两 谁都不信 世上真有这等掉馅饼的好事 直至日头偏西 才有个健壮男子接下横翻 左右今日我没寻着工 你等着 我去给你寻来葡萄 半个时辰之后 男子推着一辆板车 身边跟着一个 农夫模样的人回来了 石金 你上乘艳艳 我颠了颠 便掏出了一张 五十两面值的银票 男子和农夫瞬间眼睛亮了 可是真的 我笑着坐下 不若我在这等你 钱庄还没关门 你先去艳艳 周围围观的人里有人举手 我是钱庄掌柜 让我看他 他拿着银票 仔细端向过后 点了点头 真 皆是瞬间哗然 有懊悔的 有赞叹的 人人嘴里都传着一个名唤 温老板 一回头 房主向我比了个请的手势 我跟在他身后暗笑 书中自有黄金屋 成不我妻 我焦头乱额的时候 焦书先生正好 教了我商量立幕的典故 我便照葫芦画瓢 不仅让房主将铺面 顺利租给我 还让这城里人都知道了 东市要新开一家酒四 那老板一言九鼎 同搜无期 开业之后 虽说还没见收益 但我这国酒分门别类 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口感划分 不同价位 不论门帝男女 上来总能挑到一款满意的 而且上门即可先行品尝 门庭并不冷清 相识之后 谢言又带了一众考生来捧场 喝醉了便塑在楼上 清风一壶酒 醉卧月满楼 又替我这小小酒四 添了几分风流气韵 放榜那日 门丁帅豹子名罗而过 店里当天便收到了 谢府武士谈订单 谢言高中介员 我并不意外 他上学的学院 本就是有名的学府 前一世 他便紧随江玉白 其后上入了电视 若非江玉白 有神童之名 又有学士为师 哲贵之人 究竟是谁也未可知 让我有意外之喜的 是我家的酒 成了名副其实的谢袁路 一时之间 在荆州城里水涨船高 一壶难求 甚至不少举人 还将会员酿和壮元红 一抢而空 就连知府大人的家宴 也派人来预定了几坛 哎哎 你上院里干嘛 瞧见那个桌子没 你去那 把酒送到知府家时 管家正指挥一个 挥布衣上的年轻男子 到偏厅一脚 离开的时候 嘴里还在碎面 真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 还想去前院冲撞官老爷们 自己考不上乡试 还想来冲什么举人不成 管家转过头看到我 马上堆出笑脸 温老板来了 谢借元在前院饮酒 可要我替您通报一声 我没说话 却望着方才那年轻男子 拐上的偏厅 总觉得背影有点熟悉 温老板可是认识那作画的 作画的 我嘀咕 那只怕不是江玉白了 对呀 咱家大人请来做这验兵图的 听说和谢借元是同乡 之前还是个神童 只怕是浪得虚名 什么神童连个举人都考不上 哐当 偏听滚出一方艳台 一张轻瘦苍白的脸出现在门口 仓皇 难堪 懊恼 秀愤 在他脸上交织 唯独不见我最熟悉的骄傲 劳凡和知府大人说一声 错付厚爱 这话将某话不了 他像川塘峰一般急行而过 高谈库论声 原来这可以将前院一览无余 的确是作画的好地方 可惜 我看着桌上寥寥几笔未尽的话 力道和笔法也不似从前 我远远看到了谢眼的身影 再看江玉白 没有前世半点风话 和管家道了申告辞 我行至后门 却看到江玉白没走 倒也不是在等我 他的手臂被一双柔衣缠着 正拖不开 他们二人见着我 男子尴尬 女子差然 而我看到朱福顿悟了江玉白的变化 他替朱福的父亲做宝 朱涂户绝技是还不上钱的 而现在江玉白落榜 赌方定事件希望渺茫 开始上门催债了 江玉白冷脸拉着朱福要走 却被他死死拽住 怀里的画卷滑落 轴心翻滚 露出一个风姿错约 灿若天仙的美人 朱福跪着把画卷起来 雨中带泪 你不做话 我只能把他卖了还债 我必让开 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情 脑子里惦记着 要给谢眼见行的酒还没装疯 我还得送一车让他带去京城 如今他可是我家 国酒行走的活招牌 别走 朱福居然攀住我的腿 不如你把这幅画买了吧 福尔 江玉白拉他的手 被他一把推开 朱福低下身子 直接跪在我面前 三百两 只要三百两 当初这幅画可是有人出价千两 江玉白都不肯卖 可惜朱福问错了人 我只是个商人 一幅画卖的是收藏价值 而收藏价值与画家的声明细细相关 现在的江玉白 值不起这个价了 我不做这亏本买卖 朱福哭得凄厉 如风刀双剑摧残过的娇花 江玉白忠实不忍 站到了我面前 他头低下去 咬着后槽牙挤出了一句 阿月 帮帮我 只此一次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像是一个红尘看客 心想是不是该感动啊 为这香炉以沫不离不弃的情谊 可我是个商人 习惯了看价值 你能干什么 你是有酿酒的本事 还是有酝酒的气力 江玉白 你只有一个会读书的脑子 但已经生了秀 我正开朱福的手 他们的故事 我本就是局外人 我不在自己心中抢求他人 也不在他人心中修行自己 终是被那二人耽搁了时辰 将两车酒送到谢宅后 以示暮色似合 搭搭的马蹄声迎来飞驰的少年 满面春风 衣美飘飘 意气风发的身影 点染成入化的倜傥 蟹眼翻身下马 精致的桃花眼风流带醉 你这女子 不知累吗 分明是笑眼 嘴角却微颤 不是夜风撂翘 是紧张 我跟在江玉白身边二十年 也不是白呆的 早就明白了这些个 文人酒区十八弯的试探 不累 当藤蔓长成了松柏 身心都是快活 谢言懂了 正如我懂他的言外之意 他看着那辆车裹酒 另起话题故作恼怒 堂堂借缘 倒成了你打入京城市场的文蝶了 你忘了 我本就是个无理又爱财的丫头 我们俩都笑了 想起初见那天 我将他堵在学院后门的巷子口 手里晃着刚从船夫那 要回来的订金 冲他说 沈学士回乡省亲 会在周辅社区水流商宴 与文人默克共饮 提前一日启程你还能遇上 信不信有你 那时他的书童便数落了我一句 这女子好生无理 而我掉头离开还听到了他的评价 还是个爱财的丫头 当日谁都不曾想到 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此刻我拱手一一 便助谢兄此去禅公哲贵金榜提名 苟父贵物相望 谢言也回我一礼 定不负温老板所望 替谢言践行之后 我整日待在酒楼的暖房里 花仲金请来了几位酿酒的老师傅 从酒区温度和水员三个方面实验 选出不同裹酒酿造的最快最佳的法子 又便访周县的瓷器店 和制瓷工匠研究什么瓷器耐高温 什么材质适合冷宁 如何用瓷器制造一个完整的真流敏 娘总问 我这么忙是为了什么 赚的钱早就够我们过几辈子了 我知道她也希望我停下来找个归宿 年关将至 爹爹在门口看着追逐打闹的小孩 总是笑眯眯的 他虽没说我也明白 人老了总想成欢膝下 小年那天 一大早门口就闹哄哄的 爹爹一打开院门 一群小萝卜头钻了上来 扑到他身上喊爷爷 爹不敢婴 娘也是一脸茫然 我抱着果盘出来 冲那群小萝卜头说 今天爷爷奶奶要是不婴 你们谁也别想吃瘟疫的蜜饯 小萝卜头们一拥而上 壁虎一般攀住两个老人的腿 爹娘笑得合不拢嘴 养两个亲儿子二十年 从没见过这样和乐融融的氛围 反倒因为一个女人闹得家宅不宁 把我气到床上 还不如收养一群小不点 从小好好教导 这帮孩子是我开的育儿院里收养的孤儿 育儿院是以谢眼的名义开的 所以爹娘都不知情 谢眼帮衬了我太多 如今他半只脚踏入了仕途 他需要名声 而我需要这些小萝卜头 让梁老多些牵绊 一群小家伙把梁老豆的眉眼都连成一片 回来就给带大串的糖葫芦 后来谢眼真的回来了 春风得意马蹄急 却在见到我的时候落寞了双眼 他说 贡酒的林玄已经结束了 状元红没能赶上 我倒是不算意外 贡酒多是百年老字号 树大根深 不是我这出出茅庐的皮肤可以撼动的 况且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 我走到现在已经是坦途了 只是可惜 高卢使团朝贡 我只怕是没有机会见到想见的人了 状元红虽然没有成为贡酒 却也沾了新科状元的光 在京城有了一定的名气 从京城来荆州的人 都要来我店里喝上一壶 两个月后的一天 我在后院是酒 却听到大唐传来一道红亮别角的 老板 来壶酒 是个高鼻浓眉头发全躯的女人 身边还跟着几个普通模样的男子 和她一样有着胡蓝深邃的眼眸 店里其他客人纷纷打量 她却是大大方方自己找了个座坐下 我招了招手 让伙计把柜台上给客人试喝的酒 一样拿了一种给那女人 只说是店里送的 偷偷站在屏风后面 瞧着她从蛋口到唇后 不同口感一一品尝之后 竖起了大拇指 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掌柜的掌柜的 大门迎宾的伙计 抢先跑到我跟前 掌柜的不好了 刘家四少爷 刚刚扔了个半死不活的人 到咱店门前 这刘家是知府夫人的娘家 那四少爷又是荆州城里 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收了十三房仪态 我同他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他这是为何 我快步走到门前 伙计把地上 血肉模糊的人 翻过来才发现 此人竟是姜玉白 这是一个家仆 穿着的男人 往地上扔了个猪钗 我家十四姨娘说了 从此恩断一绝 要怪就怪命不由人 地上的人翻了翻眼皮 将那猪钗拧断 掌尖又多了一道血痕 她是你朋友 那一国女子凑到跟前 叫人把姜玉白抬了上来 命运真的玄妙 前一世我在宴席 偷偷请教她酿酒之法时 她也是这般指着姜玉白问我 知晓我来一之后 她热情地都画了图 滔滔不绝倾囊相授 最后甚至要身旁的一关 替我写下来 被我连忙打断了 我不识几个字 一关替我解释之后 她勃然大怒 女子无才便是德 谁说的 她催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 发现说错了语音 又补了一句 狗屁 她认真的问我 你们中原女子 真的是男人的附属品吗 我哑口无言 因为那时的我的确 一副姜玉白而活 我是她的妻子 是她孩子的母亲 是她府上的女主人 便是死后排位上 也是惯以她的姓氏 女子愤然离席 走前最后说了一句 是你轻看了自己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直到死前才承认 她是对的 女子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愣着干什么 快叫人来救她 女子的人把姜玉白 送去了医馆 姜玉白的伤势皮外伤 大夫说养几日就好了 我也没再多管 姜玉白醒来就自己走了 医馆派人送来 她留下的欠条时 我正在雅间 和一国女子品酒聊天 不感兴趣 就喜欢四处游历和喝酒 没事还喜欢自己酿酒 她的酿酒法子 现在在高炉已经推广开了 这次朝供她偶然在市面上 喝过一次我酿的酒 比她酿的还要香醇浓郁 便想找我来请教一二 我满口答应 拉着她到窗边 指着江边的一个院落 你答应我 每年朝供的时候 都来我这一次 去那讲讲你的所见所闻 我就送一套改良的蒸馏器给你 罗曼顺着我指的方向 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那是一个女子学堂 分为东西两个院落 东院教女子断文识字 西院教酿酒算术 文以名理 记忆谋生 如今就差一个见多识广的先生 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多么广袤 女子不该居于后院之中 罗曼质疑询问 为何想要建一个这样的学堂 我郑重地回答她 就像是面对前世的自己 我想告诉她们 女子从来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这世间本就是男女个半冰天 我们靠自己也能活 罗曼拍手称快 好饮一碗酒 好好 我每年都来 你不请我也要来 她是个热心肠 拉着我就想去学堂看看 路过江边 我见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江峰烈烈 身影单薄 她不知从何处弄来了一件青衫 那灰布衣裳才做了帆布 上面写着 画像 十文一幅 画景 五文一幅 罗曼也看到了她 觉得可怜 问我要不要接济一下 我摇了头 我爹说过 有手有脚 总也不会饿死的 后来 我也没有成亲 日日忙于生意 偶有闲暇都用来学习他国语言 在后来 爹娘百年 我便把酒楼交给学堂出来的孩子打理 自己去高楼找罗曼 冬天我们南下寻暖 夏季我们北上避暑 春秋便各回各国 处理自己的事务 只有一年冬天我失约了 谢衍从京城回来了 我和她在幼儿院一起吃了年夜饭 酒过三旬 她说起自己的心上人 她说 她像一只红雁 心在外面的大千世界 我等不到了 我该成亲了 我笑着点头 眼泪却巴达巴达滴上碗里 如果她遇到的是前世那个傻姑娘该多好啊 可惜她遇到的是我 烙印在心中的缝隙 纵有阳光散落 也会留下阴影 我再也爱不了别人 也不愿有人因我而苦 人生海海 山山而川 我只想去见众生 见自己